连续火炮发射 中共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又在进行陆海空抢摊演习 威胁的就是台湾 而日前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 台湾政策法案 现在众议院也推出 众院版的台湾政策法案 增加战略清晰 应对中共侵台 并规划2023年到2027年 提供65亿美金的军援 我们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在大势大飞问题上 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在台湾涉港涉江涉藏涉海 人权等问题上 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北京当局在习近平掌权后 外交路线战狼化 根据皮尤智库的报告 美国跟先进国家们 对中国的观感转去负面 南韩对中厌恶感 从2017年开始飙升 到了去年高达八成 而日本最高来到八成七 美国有八成二 加拿大 德国 英国 也都有七成左右 不仅美好感 也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但是北京方面 自认重大国际朋友圈 十年来 党的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 十年来 我国对外工作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 澳洲的国防部公布 澳洲空军在太平岛国协防 防止中共跑到他们的海域 习近平主导的外交特色 北京的宣传话语 跟国际反应截然不同 TV小张志明陈入文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